日本高手不听教练劝告 执意来华挑战中国搏击名将死神 打败了方便很快就能统治中国拳坛 结果上了擂台后被方便一脚踹翻 痛苦的气赛投降 但赛后丝毫不服气 认为是自己大意了 于是回国苦练拳法 三年后再次来华点名要打方便 这次要让方便尝一下重拳的滋味 这个家伙名叫功腾勇术 出场时就自信满满 三年的时间里 在日本打出了一波四连胜 获得过ISAK日本冠军 方便作为我国搏击的领军人物 职业生涯保持着59战全胜 其打法灵活多变 打败过世界泰拳王马库斯 无冕之王杀希拉克 今天就我们来看一下 方便如何暴揍日本选手 比赛开始后 日本选手就率先使出低扫士坦 紧接着又是侧踹攻击 方便则是没有贸然进攻 慢慢地压制上前寻找机会 突然一记高扫爆头 打了对手一个亮枪 日本选手想要扫踢反击 结果被方便直接掀翻倒地 这次方便的重拳非常凶猛 日本选手完全招架不住 被打得狼狈逃窜 方便则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打出后手拳击中脑袋 日本选手瞬间被击倒在地 裁判剑撞上前进行独秒 日本选手非常顽强 还想要继续比赛 方便剑撞压上去 又是一记后手重拳精准命中脑袋 日本选手还想要逃跑 方便紧跟上去 再次打出后手重拳击中 日本选手第二次被击倒在地 起身后日本选手不服 直接使出两记低扫板击 随着比赛的进行 方便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日本选手只能被动地挨揍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看得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方便抓住机会就是大摆击中脑袋 一手一平 今天他是第二次代表我们武林方参加环球拳王争霸赛 也是我们武林方的年终总决赛 我们也看到日本的攻击影术 他在比赛当中 他那种意志也还是不服务的 打了一个亮枪 紧接着又是一记转身后登 日本选手被打得直接叉气 裁判健壮上前对日本选手进行堵秒 但没想到小日子真扛揍 想要坚持到回合结束 方便被这一举动彻底激怒 瞄准身体就是一脚踹翻 日本选手痛苦地躺在地上 独秒结束后 日本选手没有站起来 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 方便再一次捍卫了自己的不败神话 为中华男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